接下來跟各位講天氣的好話 高氣壓的中心空氣是出去的 出去的就空掉了 空掉上面就要怎樣 往下面補充 所以中心是什麼氣流 下沉氣流 看圖的右邊 高氣壓中心是一個下沉氣流 下沉氣流我們在前面教對流程的時候講過 對流程是高度越高 溫度越怎樣 越低 所以如果你往下沉 溫度會變怎樣 往下溫度要變高還是變低 變高 變高的話就容易飽和 不容易飽和 就沒有雨 沒有雨就不會下雨 所以天氣就是好天氣 所以下沉氣流溫度會增加 鼓勵雲的發展 所以天氣會晴朗 所以高氣壓中心天氣是晴朗 高氣壓中心天氣是晴朗 高氣壓中心天氣是晴朗 OK 那倒過來如果是低氣壓 如果這是高氣壓中心天氣晴朗 低氣壓呢 低氣壓的空氣是旋路 所以都吹進來 今天又擠一坨對不對 擠一坨就會怎樣 往上浪 下中心是一個上升氣流 我圖的左手邊 低氣壓中心是一個上升氣流 上升氣流 我們前面交過了 一坦空氣上升時氣壓會 下降 體積會 膨脹 溫度會 降低 然後容易飽和 有餘有餘會 下雨 所以上升過程中氣壓會 下降 體積會 膨脹 溫度會 降低 氣壓中心天氣會 然後就會溫度有餘 有餘會下雨 所以低氣壓中心天氣會 這件事我們前面寫過一次了 高氣壓中心天氣會晴朗 低氣壓中心天氣會 英語 今天是要記住 要記得 高氣壓中心天氣晴朗 低氣壓中心天氣英語 因為低氣壓中心是上升氣流 跟你講過了 你只要記得 遇到上升氣流 你就要想得他容易會 下雨 各位 有問題兒嗎 沒有問題 OK 沒有問題 我有問題 我的問題是問 我這裡寫了一個甲 這裡寫了一個乙 這裡寫了一個餅 這裡寫了一個丁 我想請問你甲乙丙丁的氣壓大小 我先問 甲跟乙 甲跟乙 誰的氣壓比較大 為什麼 甲跟乙誰的氣壓比較大 為什麼 停車站借問 甲乙的氣壓誰大 來 甲乙氣壓誰大 我們找一位帥哥或美女 這位叫做霹靂五號 霹靂五號 甲跟乙誰的氣壓比較大 蛤 乙的氣壓大 Are you sure? Do you確定? 好請坐 請坐 請坐 答案呢 是甲的氣壓比較大 為什麼 同一個水平面上 風從氣壓高 吹到氣壓低 這個空氣是從甲 吹到了乙 所以呢 是甲的氣壓比較大 乙的氣壓比較小 這底下 丙跟丁 看起來也是丙吹到丁 但是你不要告訴我說是因為丙這裡寫高壓 所以叫做氣壓大 不是這個意思 是風從氣壓高吹到氣壓低 所以同一個水平面上風從氣壓高吹到氣壓低 所以甲吹到乙 所以甲氣壓高乙氣壓低 丙吹到丁 所以丙氣壓高丁氣壓低 那麼再問一個問題 請問你 乙跟丙呢 乙跟丙誰的氣壓大 乙丙誰的氣壓大 停車戰界問 請問乙丙的氣壓誰比較大 找一位大帥哥 剛五大帥哥 有 三十 三十 啊 丙 我看有 蛤 好啦 乙啊 乙喔 乙喔 講乙嗎 好 你說乙 我喜歡 因為呢 你們 正常的人就會回答乙 為什麼你會回答乙呢 因為你覺得氣流從乙流到乙 所以乙的氣壓大錯 垂直高度比一定是天上氣壓小地上氣壓大 壓力 壓力 單位面積空氣柱的重量 當然是天上空氣柱短 地上空氣柱長啊 對 當然是地上氣壓大 地面空氣比較濃密 上面比較稀薄 所以當然是地面壓力大 所以垂直高度比一定是天上加小地上加大 那老師怎麼會 那他為什麼會下沉 底下跑掉了 空掉了 所以他就要慢慢的怎麼樣擴散下來啊 擴散下來 所以下沉氣流都是緩慢的 都是穩定的 都是穩定的 所以重新再說一次 同一個水平面比 同一個水平面比 空氣定是從氣壓高吹到氣壓低 風水平流動 從氣壓高吹到氣壓低 同一個垂直高度比 一定是天上氣壓小地上氣壓大 OK 可以嗎 可以 很好